中文字幕——YK 亲王善其第十四女,末代皇帝溥仪的唐妹。 1912年清朝灭亡,善其遇见日本之力复国,将女儿显于送给日本浪人川岛浪宿做养女,更名川岛芳子,被送往日本接受军国主义教育,成年后的芳子返回中国,长期为日本做间谍,她被称为男装女的东方女母, 图为川岛芳子幼年时的老照片,模样丹蒙可言。 光绪皇帝的龙与皇后,称不上美也称不上丑,她个子高,身材纤细,她没有入宫前就与光绪见过,并又经常往来。 当时,光绪还把这位表姐的声音好听,说起龙与皇后,原是慈禧之地赴都统叶赫那那贵祥之女,于1888年,光绪十四年,被慈禧太后亲脸成婚,次年立为皇后,却不得光绪的喜爱。 图为龙与皇后年轻时的老照片,看起来只是清秀。 纯亲王府在晚清可谓是声名显赫,王府中走出了两位皇帝,真心的少见。 第一位是光绪皇帝,第二位是末代皇帝溥仪。 而爱心觉罗在风身为溥仪的生父,他在儿子登基后,晚清的最后三年,成为清朝的实际统治者。 1928年,在风迁往天津幽居,后又去东北,拒绝日本人劝祥之要求,并怒视其子溥仪投靠日本,之后返回关内居住。 图为在风年轻时的青色照,看起来很是呆萌。 客顺皇贵妃,其真妃,她塔拉氏,原刃户部又是郎常婿之女,满洲相红其人。 光绪皇帝妃嫔,也是光绪最宠爱的妃子。 这妃得宠也是有道理的,她性格很好,活泼好动,鬼灵精怪,好奇心重。 而光绪在真妃的身上,看到了自己渴望又没有的东西。 图为真妃的工装照,娃娃脸,看起来很好笑。 祝其文解密原创文章,未经允许。 不得转载图片来源互联网,版权归属作者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